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又做了一个对比测评表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测一下这一台烤箱 上面有一些跟SPC和SP50的对比的数据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现在开始吧 这台烤箱的内窗相当的大 它还送了一个一盘的烤盘 把这个烤盘放进去之后呢 四周还有很多的空隙 哦对了 除了送一个全盘 它还送了一副这样的质量很不错的手套 家用的小伙伴呢 我会更推荐你们使用半盘 这样会更加的灵活 然后你看四周的空隙很大 这样烘烤呢也会更加的均匀 同样的两个烤盘放在SP50里面呢 它的空隙只有这么大 对于烤箱来说内窗越大的 一般它的均匀度就会越好 它的内窗高度呢 有接近26厘米 即使是除去烤管 也有接近23厘米的高度 这样高的内窗呢 就能让你更加不用担心烤糊了 这里有六档记忆功能 每档呢都可以记录上下火的温度 蒸汽温度以及时间 它的温度范围呢 比我之前测的两台要高了50度 最高可以达到350 最低的温度显示是5度啊 但是我看标称写的是50度 当然我也是不建议拿这台烤箱来发酵的 蒸汽通常把它设置到130到160度之间 我设了135摄氏度 然后在这台烤箱预热到160度以上的时候呢 蒸汽就可以使用了 实测即使加热管的温度很低 然后这个蒸汽的温度也很低 它依然还是可以喷的 看一下 爆 好 因为它这个蒸汽比较猛 所以通常建议不要超过5秒钟 来测试一下 1 2 3 4 5 打到3秒的时候那边就已经出来 看到蒸汽跑出来了 这个很厉害 是我用过最猛的蒸汽 然后停掉了之后 那边其实还有源源不断的在出 这个灯不是个常亮灯 这个灯它默认是不能常亮的 但是有一个隐藏操作 可以把它开成常亮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外面拍视频了 好 现在我们来设置这个灯 先让蒸汽 好 亮起来之后点166 点上 上加到168 然后按定时 调到它出现第一个字母是L的 然后把这里调到这个代码 然后关机 OK 机器的左侧有一个封门拉杆 在你拉它的时候里面会是这样的 接着我们烤一炉贝果测试一下 我会把这个贝果做成两种口味的 甜的会直接过水 咸的我会过碱水 然后放在一个大烤盘里面烤 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应该能发现 我用的发酵箱也是艾瑞斯的 这一台艾瑞斯A800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不管是加温或者加湿都非常的迅速 有很多小伙伴都买了 然后给我反馈说非常的稳定 我们顺便测一下这台烤箱的加热速度 我预设的是10分钟 烤管和蒸汽同时加热 这个速度在我用过的烤箱里面不算快的 建议小伙伴们稍微提前一点点预热烤箱 我是第一次用这台烤箱 所以我就用我之前用层炉的经验 设定上下250度11分钟来烘烤 这12个80克的贝果 入炉的时候我打了3秒钟左右的蒸汽 如果你只是烤碱水面包 我不会建议你在开始的时候打蒸汽 因为这样容易让碱水面包上面 出现很多的小泡泡 当然我今天是测试 所以我就一起打了 成品的均匀都是不错的 11分钟的时候 其实比我预期的状态稍微 在欠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已经烤熟了 我们就出炉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碱水 它的表面和底面的上色是比较一致的 但是我通常会把碱水烤的颜色深一点 所以这个烤箱250度我觉得是温度 偏低了一点点 我下次可能会再调高15度 这个贝果的烤杯弹性超出我的想象 我没有想到它会烤得这么的大 非常的柔软 上面的上色是ok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底部的颜色还不太够 可以把底火再加个10度左右 经常有小伙伴催我更新贝果的视频 我之前已经发过几条了 这次我就把今天的面团和馅料的配方 放在视频的最后 记得点赞收藏然后截图 这台CIRIS的KPS11A 它的发热管总功率是2500瓦 蒸汽是2000瓦 总功率是4500瓦 就是没有做功率限制 我自己实测下来用一个10A转16A的插板 是完全可以正常工作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在家里就可以使用 毕竟我之前用3500瓦 在加热发热管和蒸汽同时开的话 我是会跳杂的 但是这一台它不会 它单机是一个一层一盘的 烤盘是60厘米乘以40厘米 可能接触过层炉的小伙伴都知道层炉很大 但是这台烤箱它比我之前用过的 还是SP50和乔利SPC都还要更大 上面的这一台是一台卡式的50升烤箱 750S 那么下面这台Iris的KPS11A呢 它的标称是60升 但在体积上它就大了非常非常多 对于层炉 我的评价就是如果你是家用的话 那么除了大 它真的没有什么缺点 如果你是一个面包的狂热爱好者 那么这一台层炉 真的值得你仔细考虑把它搬回家 如果你喜欢这台机器 但是你平时烤烤的量比较大 想要更多台的话 可以买这个单机自由组合 或者你去找客服 可以定制三层六盘的一个超大的组合包 它的计价方式跟其他的烤箱不太一样 我之前用的海誓SP50 然后乔利的SPC 它的计价方式都是烤箱的主体 加上蒸汽包 加上水泵 一起来算价格 然后海誓的SP50现在是3980 乔利的SPC现在是3780 11A它单机是1999 如果你要加蒸汽包的话 就是单独加1299 如果要加水泵的话 就是单独加399 水泵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直接拿一瓶矿泉水 把水管伸进去 它就可以直接把水抽上来当一个蒸汽用 如果说你是有水龙头可以上下水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损掉这个水泵的399块钱 主机加蒸汽包加水泵一起只要3697 这次大宋它还会送一个电子秤或者是烤网 然后还会有打卡红包 还会有一个组合够的红包 然后还可以叠加88VIP券 这台烤箱我没有选石板 因为我觉得石板的加热速度比较慢 然后我这种平时烤软面包烤的比较多的话 石板对于我来说可能实用性不是很强 如果你平时烤欧包烤的比较多 那你可以把这个换成石板 单独加石板是加299 如果说你是换成石板的话 就是加199就可以了 然后我前面有说它的标配是会有一个烤盘 加一双质量还不错的手套 整体来说我觉得它性价比非常的高 尤其是蒸汽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如果你喜欢这台机器 然后你有88的VIP券的话 你可以去新爱瑞斯旗舰店 你没有券的话 你就直接去新爱瑞斯直销店 都是报无敌兔 你就可以以最低的价格拿到这台机器啦 好那我们今天的测评和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永远好奇 我是无敌兔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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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